作為一個廚師 身體最重要是對手 做蛋糕時要打蛋 然後搓包 如果沒有手 其實可以用腳 需要時間去訓練 但正所謂,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其實最重要是有心 有心的話,即使四肢不見寸 他有心想做好一件事,他都會做到 如果我覺得餐廳裡有一部分的員工 有身體殘缺,應該很難運作 可能每個人都會有聰明的地方 但也可能會有點委須人幫忙 所以需要他們工作時比較團結 我叫Ko Seng Jun,我是新加坡人 每個人叫Ko,有些叫老闆,有些叫老闆 在兩年前我們在這裡開設社會企業 最主要的目的是幫這些殘缺的人找工作 我這裡有67個人 最少這裡有八成至八成半的殘缺 身體的,是腫瘋、心臟 像撞車 第二種是 mental mental的意思是精神 癌症、失敗、磁波羅 第三種是社會 低貿易、失敗 然後第四種是智慧 智慧是70以下的 要幫這些人,老實說 你要先發展他們 技巧,像發展他們的斬菜、煮菜 客戶服務、客戶 這樣做 後來發展他們,我們要找工作給他們做 第三種是組織,讓他們回到社會 第四種做法是 讓社會接受他們 老實說,你在香港成功的話 全世界都沒問題 因為香港的食物對食很重要 我希望你來,不是因為有優惠 我希望你來,因為食物很好 我希望你來的話 你吃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有些人不敢來吃 真的 我還記得我開始 我去把那些冰箱吃 是隱瞞、死亡 有一個寫甚麼呢 是精神 沒有人吃的 我還記得沒有人吃的 那天我還記得 他說甚麼 神經病,你叫精神的人煮東西給我 你不怕精神的人放進去 所以這些問題有很多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在廁所 吃了兩公斤的飯 你知道的菜,你吃了一碗袋 你吃了一碗袋子,你吃了一碗袋子 不太容易 社會企業Project Dignity 在2010年於新加坡成立 直至2019年 創辦人Mr.Cole來香港開設廚磚 決心將新加坡的美食 以及關懷藥細社群的心 一拼大力香港 黃明 你好,Renna 你好 我叫Ming 首先,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類似新加坡的熟食中心 一個運作模式 我們有不同的… 我們叫做檔口 就是賣不同的食物 對,我看見好像加新加坡的熟食市場 對,沒錯 我介紹一下我們的… 第一號有三樣食物 我們有豆豉排骨瓦煲飯 有臘腸雞粒瓦煲飯 好,我們繼續走到第二檔 第二檔就是我們的垃圾 我們最特別的一件事 我們剛才同事也有介紹過 我們有一個工具幫他們按出來 剛才我聽到有同事按了那樣東西 他就會自動去移動 那為何會刻意做這個情況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要介紹我們老闆 我們老闆是一個工具 他專門設計這些工具 去幫助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身體有不同的缺陷 因為人的手不太靈活 有時這些工具 就可以幫助不同的人 去方便到他們工作的情況 到第三個 我們有我們的海南雞帆 第四檔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叉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叉是彎的 我們同事在裏面做的 有位同事只是一隻手做事 他切東西的時候 就用那隻叉輔助他去切東西的情況 到我最喜歡介紹 每一個入職的我們的同事 我們有八個星期訓練 在我們的對面 我們會有我們的訓練室 是一個課室 就是一個班房 裡面所有的廚房要用到的東西 所有的爐具、刀、刀都在這裡 他們可以在這裡學習怎樣煮東西 因為未必每個人可以做到廚房 他們可以透過我們的訓練 去看看自己適合做甚麼工作的情況 我們去到第五檔了 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咖啡師傅是聽醬的 我看到有些手語的態度 對,沒錯 這就是我想說的一件事 我們希望白人來到 除了吃東西之外 都可以學到怎樣跟不同的人溝通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一下 我們要共融 現在我試試用這個方法 我在這裡看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五檔… 五檔… 我要喝一杯… 南洋咖啡 就是這樣做 這個是熱飲,這個是冷飲 我喝…熱飲的… 好,期待 這個飲品不知道出來是否真的我想要 好了,我已經得到咖啡一杯 到最好玩的一件事 我想說最好玩的一件事 好了,這件事 是一個機械人,對嗎 是 我們的機械人就是… 我們老闆很想創造一些 就業給不同殘疾的朋友 其中一個情況就是 一些長期都需要坐輪椅的朋友 他們未必那麼容易找到工作 正所謂工作自家 對,所以透過我們的互聯網 即我們的WiFi、5G、4G網絡 去控制這個機械人 我剛才走完一次 發現這裡有很多設施 都是替員工新訂購的 對,因為我們老闆是一個… 讀工程師 他本身也是一個工程師 他是親自設計不同的工具 讓我們不同的朋友 也可以發揮到自己的所長 能力的情況 讓他更加投入工作 其實我看到很多設施 不只是幫助他們做那麼簡單 譬如剛才做手語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明明可以指揮圖 可以訂購 但就是想我們學習如何做手語 師傅可能會有一些交流 其實會更加幫助到 我覺得正常人 還有殘疾人士的共融 沒錯,找得很好 好,謝謝你 這裡的員工也很熟習自己的工作 懂得自己煮之餘 有時還會開班教人煮 今天我就拜Hilgo為師 看他示範平時怎樣做招牌雅煮飯 整個攤檔都是你一個人處理的 有時… 即是待會就會放豆豉排骨 對,還有一個臘橙雞 你每天回來就是處理這樣放進去 平時開攤檔也要的 可以讓我試一下嗎 讓我做一個嗎 有一個問題,這裡不重要 可以的話就可以抹一抹 這個也要用剪刀嗎 對,因為以防萬一 我們會弄髒食物 先坐著這裡 我為何會弄得這麼容易 我覺得弄得很髒 這個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然後在裡面蒸爐 我拿這個 來,我帶你去吧 好 這個要小心點的蒸爐 謝謝 謝謝 15分鐘 我們現在有甚麼要做 其餘的時間可以預備食材 先教你如何切生菜 好 首先把舊的東西拿出來 是 舊的東西放在裡面 免得撈亂 免得撈亂,新和舊的 那你做了煲仔飯多久 我做了煲仔飯已經有兩年了 因為我做煲仔飯 我也有接觸不同的人 香港人對殘疾人士 大致上是包容的 我看見這些跟外面煲仔飯不同 不同的,對 應該是方便你們去學習時 運用而設計出來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你也會學得很方便 記得按幾個按鈕就可以開啟 對,也是很方便的 這個是剛剛蒸了 就是臘腸雞加豆豉排骨 我留意到這裡 其實整個環境都很適合他們工作 因為例如你會看到他們用的爐 其實按一個按鈕就可以預熱三分鐘 但如果你說平日我們用的 我們就要自己按鍵 但它設定好東西清清楚楚 譬如排骨的份量 又進入一袋袋 已經盛好 所以你看到那些東西都… 可以稱為簡單 但同時很適合它去做 可能他們看到Hilgo的特點 它是偏向… 可能那些東西比較一板一眼 除了步驟去做 譬如按多久或焗多久之外 其實它也有一個常識 譬如它知道先把舊的菜拿出來 才再放新的菜 但有時譬如我自己做過的廚房 可能他們人們懶惰 反正都會用完 不如一次過…隨便拌勻 但反而它很清晰 我要先把新的菜放在底部 舊的菜先用 其實它很有廚房的常識 好像養著他們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很簡單的事 但我覺得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 其實未必是世界遷就它 而是它也能夠提供自己的能力 以及可以提供自己的特質 也會幫助整個社會 ichtet工家 剛剛Ming帶我參觀餐廳時 也提到他們引入了一種智能機械人 可以令不方便離開家的殘疾人士 隔空招呼客人 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 剛才Ming介紹了一個機械 專門給一些來不了上班的殘留人士 現在請了許先生教我怎樣用這個機械 無疑一次,假設我在家裡 怎樣可以用這個機械作服務 很簡單 但現在這個鏡頭就是… 這個鏡頭是殘留人 即是會在一個機械上見面 這是機械的樣子 就像殘留人員 像他跟你說話、聊天一樣 就像是有一個人 對 不是完全是機械 英文叫Avatar 好的 叫Avatar 實際上機械是能做到甚麼的 現在它做接種 所以你進來的話 他會說麻煩你們做溫度 是 好,你先檢查進去 它主要是做一個溝通的作用 對 好,我現在真的模擬在有距離的地方 就用剛才的模擬去做一次服務 你好… 你好,很安心出行 而且要量度體溫 你好,你想吃甚麼 我剛才吃了一道辣沙雞很好吃 但我覺得如果要試 可能試了海南雞會開心 因為它的擺盤很漂亮 可以試嗎?好,不用客氣 但是…其實它也可以… 因為它可以到處走 它可以提醒別人拿餐 對 讓我跟別人聊天 你好 好吃嗎 好吃嗎?第一次來 你吃吧 知道多點叫朋友上來嗎 推介給多點別人來嗎 好嗎… 好,全靠你們了 好,我叫你們分享 對嗎?它會懂得轉 所以裡面有人的話 它會自行轉過去 對嗎?這樣吧 現在這個機器有多少員工在用嗎 現在本來一個機器有兩個員工 是 還有兩個員工在準備 客人對這個回應如何 第一次是這樣的 是 這裡有問題在兩邊 一面是機器的營業員 怕碰到人 是 怕跌倒 老實說,這個機器不會跌倒 是 另一方面是客人 他們覺得很貴 這個機器還會這樣走 又有樣子 開始覺得不太舒服 現在很多了 他們跟你聊天 就是這樣 現在那個機器是做到點餐 還有服務 即是跟客人溝通 接下來有說會想做得更多嗎 不,有 所以這是第一次 是 第二次我們會開始收錢 像你坐在那裡一樣 你要再加一套 所以不可以在那裡 你過來這裡,然後給錢 這樣 所以要用電子貨幣,是嗎 這是第一個 是 這個老實說要改一點 現在這個老實說 拿不到東西 是 所以下次我要用咖啡、茶 在後面睡覺 這個又更難 更難 不要動手 現在最重要是 行動員對自己有信心 而且要熟習行動員 對 所以現在越來越有信心 可以了 可以 我剛才試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我發現其實你要訓練員工 這裡所有的事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和精神 其實為甚麼你會想做這方面的事 我記得以前我媽媽、爸爸教我們 25至50歲 你會賺錢、你會賺李明兒 50歲要賺錢、玫瑰社會 我現在62歲 所以這個時間我要賺錢 慢慢賺錢 我的生意很特別 不是一個,是一個需要 你需要我們 我沒有遇到那麼多人會幫忙 所以越來越大 從一間小西京 現在到一間火艙這麼大 例如你教員工 沖一杯咖啡或煮麵 其實會否也想他們之後 會繼續做這方面 我希望他們出去 這裡的轉迫一定要很高 你明白嗎 我不是要收你們 快點了,對嗎 你出去 好像剛才有幾個人這樣出去 這樣做事 坦白說,在香港 可能很多殘疾人士 其實沒有得到最低工資保障 但我也知道 這裡的員工其實都是… 可以保障到… 這叫做尊敬 尊敬 對嗎 他們真的要做事 我希望給自己的尊敬和尊敬 我看到你們的員工 會有很多載職培訓 你會給他們工作 其實會否再有些工作 想他們跟社區更多連結 我們多舉辦這些活動 做教育很簡單 還有我們煮的狗 例如雞尊敬 這是我們本地的新加坡餐廳 那狗是死亡 聽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很好 因為… 普通人會覺得他們是不可行的 但其實他們認識很多東西 都可以反過來 我覺得在這裡 我最大開眼界是…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一些殘疾人士可能會收拾賣 然後… 我們沒有跟他們溝通 但實際上 在這裡看到他們全都很有自信 你要了解我們做了多久 我們做了兩年 有這些訓練的話 不是一個月進去的 所以我會看他們的能力 不是一個隱藏 這裡比我想像中人多很多 可能我們香港的想法 永遠都是要用最少的人 做最多的事 但這裡就不是 這裡是有很多人在做事 而且感覺到氣氛很愉快 來之前 然後看到餐廳叫廚磚 我本來就在想 是否廚房的磚頭 我在這裡做完事後才發現 其實他們的衣服後面 寫著Dignity 他們的磚是尊嚴的磚 其實老闆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幫他們去工作 然後尊嚴地面對一般的大眾 你好,我叫Carol 我在這裡負責做肉睡棉的檔灘 我一開始就覺得不好玩 因為不知道自己做到甚麼 然後就開始學切東西 然後就有一點信心 然後我自己做到很多事情 一隻手都可以做到 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不同類別的朋友 健全人士 然後又認識到一些真的看不到東西 即是失明的 你可以叫我Hill Go Loud就可以了 我現在正在煮煲仔飯、肉骨茶 我來這裡也認識了我不同的同事 和我的朋友都在餐廳做的 有時我和同事吃飯 出糧糧之後我又給家用 可以交電費 有買東西吃 以及買生活必須的融販 家人也很開心 我叫Sam 在這裡做這個店舖 在這裡負責教他們切東西 自己也要煮咖喱 以及看看他們一些情節上的問題 工作上的問題 你會看到我們不同的店舖 不會間隔一間 他們是一個通靈 有甚麼需要隔離幫忙 可以大家一起走過去幫忙 不會阻礙大家去工作 其實對我來說不是一份工作 因為本身自己也有學習障礙 自己也有很多社工去幫助我 他可以把身邊有不同學習障礙的人 去幫助他們 很多人會覺得他們有問題 或是不太好 他們可能會陪伴 不會讓我們看到 但在這裡我會覺得 其實所有人都是平等 他們也有他們的能力 跟我們普通人一樣 我們有些工作做得好 有些工作做得差 其實他們也一樣 他們每天上班 其實好像一般人一樣 每天過來 都是提供他們的服務給社會 他們又會賺到錢 他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他們本身也會有一個社會 所以他們可以成為朋友 同時他們每天上班時 又會跟我們的客人溝通 最大的得著就是令我知道 老闆其實在實際工作之餘 其實是幫他們找回一個 在一個社會裡生活最基本的尊嚴 以及跟一般大眾的聯繫 所以我覺得真正買不到的一頓 其實就是老闆對他的員工的關懷 貼心 另外就是一些殘疾人士 以及社區的連結 可以真正融入到社區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